HELLO 大家好 我是邱彥祥全年先生 今天為各位邀請到的特別來賓呢 對吃鍋相當的有研究 讓我們來歡迎許孟哲 嗨 大家好 你好 我是許孟哲 嚇了我一跳 我想說出場要有氣勢 孟哲 你對吃鍋很有研究嗎 我跟我老婆每次只要去日本的時候 就會收刮當地特有的昆布 回來煮火鍋 我最近一次去日本 是兩年前跟我老婆在拍婚紗的時候 已經隔兩年了 等一下 放錯重點 真的不是要聊旅遊 不是不是不是 對不起 我要做的是 胡鍋料 手工 香菇 芹菜 肉丸 我 要做的是 鮮蝦濃湯 海鮮鍋 那我們就來 做菜吧 香菇 芹菜 肉丸 主角 好 這個絞肉 豬絞肉在全年就可以買得到 而且它都幫你處理好 請你幫我開個火好嗎 好 好 可以喔 有了有了 有了喔 有了有了 肉丸豬絞肉把它擺進去 蛋白 蛋白 薑米 倒進去 戴手套 把它稍微的 攪拌一下 要砸它一下 用意是在於 蟹分 蟹分是其中一個 沒有錯 當爸爸之後壓力很大 是不是很紓壓的感覺 對 沒錯 鹽巴 白胡椒 香菇 香菇 放進去 芹菜 放進去 料都有 拿這個湯匙 大小適中的湯匙 塑形出來之後呢 哇 你這個丸子 很佛心耶 很大顆 當然我們自己 吃的當時要大顆 就大顆一點 鍋蓋 蓋上去 這個鍋子 去全年就可以換夠到 而且它非常的好用 你現在這個新手爸爸 體力非常的重要 你平常是有什麼 不是那麼專業的 體能訓練 要讓自己體力變強 是沒有藉口的 喔 後面的這一個 加水 我們就整壺加完 然後我們就深蹲 蹲下去 蹲到不能讓 鏡頭看到鍋子 然後再起來 加油啦 什麼 這個有差耶 我要陪你一起 你這個有差太多了吧 我已經流汗了 稍微看一下下 有有有聞到 我覺得你每一顆肉丸 都非常有個性 這個形狀都長不一樣 都長得不一樣 香菇芹菜肉丸 完成 換你囉 鮮蝦濃湯海鮮鍋 蝦子很簡單 我們先要 要先去頭 覺得方便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像這樣 直接用手 就把頭剝掉 是比較快一點 火打開油倒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把蝦 剛剛取下來的蝦頭 放進去 蝦頭裡面還有一些蝦膏啊 所以會有一些蝦的香味 好喔 現在蝦頭都紅了 好 水下去 香氣就出來了 然後接下來加了 這個就是鹽巴 然後把鍋蓋蓋起來 讓它熬煮一下 這道菜賣相好不好 就看這個時候了 對 基本上你在全年買到的這些食材呢 全年的二廚都幫你處理好了 回家你可不用再多花那麼多的時間 去處理這些東西 這很豐富耶 我要先把蝦頭夾出來 OK 好 蝦頭夾出來之後 我們再把高湯倒進去 好 接下來就這樣子熬煮就可以了 哇 所以就完成了這道菜嗎 先加濃湯海鮮鍋 所以拿那個 用那個拿完全 就是有那個隔熱的效果 完全 對啊 完全不怕燙了 因為丸子我之前就已經先滾過了 對 把它放進去 它就可以變熱了 我覺得擺進去之後啊 它沒有畫龍點睛的效果 你夾出來好了 放裡面熱一下 好 熱一下 你先喝一口湯好了 我真的覺得自己是主神 這一刻 真的不賴耶 真的不賴 是真的不賴 食材新鮮 然後湯底好 吃火鍋就可以很簡單 但又可以吃得很幸福 我們這一集呢 你要按讚加分享 你就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活動 今天就先這樣囉 好 我繼續吃 要跟大家說拜拜啦 拜拜 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